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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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层飙到一公斤批发价240元 历史天价 去年同期却只有10元 差距高达24倍 农民表示这都要归功于 最近几年来新义乡农会推广温室栽培的成果 像最近五六年的话 我们新义乡都在大力的发展 涉事栽培就是温室栽培 那成果也显现出来 不过农民也表示虽然今年价格好 但对他们而言 去年与今年就如同洗三温暖一样 今年的价钱好 只是在弥补过去几年的亏损 平均起来整体收益还是持平的 接着None的新义采访报道 八八雪灾过后 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台东海端乡的立道村 因为对外的交通的桥梁被冲毁 一直到今年的7月 新桥才完工通车 不过三年来 在山上有300多位的村民 过着看天吃饭的日子 因为道路断了就等于断了深路 辛苦栽种了蔬果 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下山来卖钱 而且民宿没了 游客也跑了 虽然行政院同意说 重建的工作再延两年 但是立道村的布农族人 却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交通是经济的秘脉 八八水灾把南横立道村对外交通唯一的立道桥匆毁 300多位立道村民的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 山上种的农作物靠着流龙运送下山 村民也每天在对岸无奈的相望 期盼桥赶快修好 在八八水灾 届满三周年的前一个月 7月8号 公路局终于盛大的举办新立道桥通车典礼 布农族的祭司 以传统的仪式向天祈求 赐福给这座桥永保平安 族人们的八部合音 也回荡在山谷中告知天地 他们期盼的新桥通车了 南横台东段的交通恢复了 可是村民的心并没有平复 因为同样被列为灾区 但他们感觉外界对他们的关心程度 比不上其他灾区 村民不平的是 因为整条南横公路到现在还无法全面通车 雅口路段整个崩塌还在重建 从台东进入 只能开车到海拔两千多公尺的向阳 就得回头 而南横最大的产业就是观光 还有高山蔬菜 高山茶 交通状况不好 他们的日子也就不好过 游客量少对你来讲影响很大 非常大 非常大 以前还有民宿 现在连民宿都没有人了 连吃饭的游客都没有了 所以很难过活 公路局预计今年年底 南横公路渴望完成重建 全线通车 但利刀村的产业却已经没有经费来重建 行政院莫拉克风灾重建委员会 这三年来投注在台东的产业重建经费 高达六千万元 海端乡争取到七百万元 但直接对利刀村有帮助的 只有一百万元用来修布道 而产业重建 需要灾区乡镇提出有竞争力的计划 再由行政院各部会 依照预算来核定 可是利刀村和海端乡公所 缺乏企划的人才 无法提出展现 利刀高山农村特色的计划 村民对产业重建的印象 只是一句口号 我要怎么说呢 已经都 讲的都讲了 现在也不知道能够说什么 我们不是用分配 其实是由严明会来审核各乡镇的计划 它的执行成效跟执行内容 在整个来讲 利刀的海端乡的经费比较少一点 我想未来我们可能协助他们 在整个计划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去思考哪些计划是他们相振 比较竞争性的 今年行政院通过莫拉克风灾重建 再延长两年 这对利刀村产业重建又有一线希望 村民期盼推展高山农村 休闲观光产业 带来观光人潮 但这需要企划人才来协助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好 这需要带来关系的就是 2010年也就是民国99年的时候 行政院圆明会为了促进短期就业 开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 民族教育资源教师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就是在全国原住民族人口 居多的国小来开办文化的课程 只要是具有原住民身份 熟悉电脑文书处理 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考试通过 而且是高中职以上学历的人员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征选为资源教师 而两年来 目前根据行政院圆明会的资料 全国有162位的资源教师 但是这个计划即将在今年底到期了 走进新北市土城区顶府国小里面的资源教室 学校建筑当中最有特色的部落屋 这里就是民族教育资源教师上课的地方 有泰亚族的墓琴 排湾族的桃湖 各族群的服饰 满满的原住民风味的教室 而原本从2010年行政院圆明会为了促进短期就业 并且协助推动民族教育 以公益彩券银鱼办理民族教育资源中心 即资源教室雇佣资源教师三年计划 即将就要在2012年的12月31号到期 全台162名民族教育资源教师担心失业 更担心学生的民族教育未来的授教权 很担心啊 没有饭吃啊 就是民族教育好不容易扎根下去了 又没有了 然后就是担心我们民族教育呢 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展 民族教育这部分不是说一年一年两年 三年就一定能够看得出成果 我觉得他至少个五年十年 这段时间看出了他的成效 就像民族教育主语这部分是一样的 至于民族教师是否因此失业 圆明慧说会跟学校配合 由学校来提出民族教育的计划 计划在交给圆明慧审核之后 可行的话就会编列补助来执行 再看学校是不是要续用民族教育资源教师 这时候这些民族资源教师 如果说他以前跟这个学校合作很好的话 他就有机会透过这个计划再回到学校去 民族资源教师大概都一百六十几个 但是如果说采用新的制度之后 可能不会一百六十几个学校都提出这样的计划 民族教育资源教师说已经接触有快三年的时间 发现政府对民族教育不够重视 是希望可以跟学校做配合 我们的民族教育只要政府把它编制在正规的常态的教育体制之下 那么上次校长主任还有下次老师师生 潜力的配合之下 我相信这个民族教育会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发扬光大 行政院圆明会也表示是因为经费来自公益彩券盈云分配 现在相关经费逐年递减 年底到其后以所谓的第三学期制 也就是部落学校计划来延续民族教育 它是一个独立跟现在的教育体系独立的一个民族教育 那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将来它是以部落为学校 然后它是用全族语的教学 那它的老师就是部落的那些期老 跟熟悉这个部落的部落事务的族人 圆明会表示民族教育体制跟一般教育体制要有所区隔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发挥民族教育的效果 所以再用部落学校来延续民族教育 而民族教育支援教师表示 虽然都得知消息12月31号就要离开学校 但是还是会把握剩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把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给下一代 接着来南水南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接续来关心就是原本这个计划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政府要促进短期就业的人数 才发起成立的计划 行政委员会表示说 老师早就知道这个计划只有三年 从今年开始推动的新政策 第三学期制度 已经可以取代现在的资源教师的角色 不过台东之本卡迪布部落的资源教师 表示说他并不知道 原来第三学期的新政策 可以用来取代资源教师的制度 认为已经好不容易熟练文化课程的孩子的学习 即将要被迫中断 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文化教育成果 可能会变成做白宫 台龙资本卡迪布部落的编男主青少年 在暑假期间 在巴拉罐的传统聚会所里 学习族语 以及各项编男主文化 还有生活样貌 小朋友只能说出简单的主语自我介绍 主语教师认为短短的暑假生活 学习族语效果有限 海逼心仰赖部落知发性的教学 对于学校资源教师的可能停办 也担心原住民文化传承工程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的母乙不真的落实在家庭里面的话 你学了也是白学啊 从事工艺的资源教师陈进书就认为 学校资源教师的师资配置 不应该只有主语方面 其实在手工艺及割药方面更应该提升 工艺这一块啊 甚至说就是有一些我们文化的探索的部分 都还没有去 还没有去让小朋友说让他能够学习到 然后这个经费就结束了 对其他有资源教师证的老师 我觉得就真的是会觉得很饿玩 对于民主教育资源教师计划年底到期 资源教师认为对部落传承 民主教育的影响很大 认为政策应该要有延续性 记者卡托比亚 部落台东采访报道 而行政院圆明会资源教师的计划年底到期也引起了立委的批评 虽然行政院圆明会改推动让原住民小朋友利用寒暑假进行的第三学期 学习计划来取代 届时就会面临资源教师失业的问题 今天清明党立委林郑二就出面呼吁 言明会要重视文化人才培训的延续性 同时也批评说资源教师的经费 竟然是来自不固定的公益彩券的回馈金 不是政府的正规预算 好 一方面资源教师计划即将到今年底到期 而上百位老师要失业影响了上百个家庭 不过另外一方面 行政院圆明会纷纷推出了抢救原住民族语言 宾为语言的计划 强调要强救族语 师徒制每个月这批教师会进到需要学族语的家庭里来教族语 强调要把学族语的场域带进家庭 抢救族语大作战 面对台湾原住民族宾为语言可能消失 行政院圆明会寄出了多种抢救措施 更在今年度规划宾为语言抢救计划 推动师徒制 透过一对一的学习方式 让宾为语言能够有效保存 每月也有个两千的教学津贴或学习记录会诊费用 另外也规划了族语学习家庭 期望在家庭场域中亲子共学传承族语 激发族人抢救自己族语的热忱 每年大概登记五户的家庭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就是这五户它就是希望说能够每个礼拜 甚至说每天都有一段时间 透过家庭的一个共同学习 去把族语传承下去 不过有学者认为要激发青年学习族语 家庭学习环境并然重要 但要如何长久让青年能对族语产生兴趣 或许行销族语创造族语被应用的机会 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对青年们来说 如果能够将族语融入到自己的兴趣 像是原住民文创影音流行文化产业 例如原住民级歌手以族语创作音乐等等方式 势必让孩子学习族语更有兴趣 也多了诱因 接着我们五六台北市采访不到 好 继续要带来看的是 今年的高中申请入学放榜之后 在新北市乌来区 总共有两位泰亚族的学生进入了建国中学 专注的唐哲钢琴 这是泰亚族的刘以乐来疏解课业压力的方式 在今年高中申请入学 刘以乐以原住民加分后总分509分 破表建国中学的412分门槛 如愿进入建州 刘以乐说当时父母亲开心的洗剂而起 而能够有如此好成绩 不仅是自己要定出目标 在课堂上也一定要全神专注听课 放学后也会做好复习 尽量就是全部能吸收 在学校吸收就吸收 然后回家然后再就是复习 这样子 然后花的功夫是一定要的 对 然后就是为了目标前进 另外在教室内拿着白班笔写着文字 教导小朋友中文 他是泰亚族的王年祖 在今年的高中申请入学中 也是以原住民加分破表 以539分进入到建国中学 王年祖平时在校就热心助人认真读书 趁着暑假期间到教会当助教 打工赚生活费 也在家福基金会的协助下 到补习班增加科业能力 而这一次能够考上建中 不仅是自己的努力成果 也是给父亲的礼物 上课都认真上课 然后回家写完功课复习一下就这样 考上建中其实是爸爸的梦想 就是希望我可以 就是努力读书考上建中 他会觉得很光荣 在新北市乌来区这两位 就读新北市五峰国中的学生 没有补习靠着自己不断的复习 也顺利录取建中 也激励更多青年 只要肯努力一定有收获 这次能乱留新北市乌来采访不到 休息下收回来 带来关心的是 2012伦敦奥运 昨天画下句点 中华代表队闭幕进场 由阿美族的甄立成长 其林军羡慕 我小时候两岁的这种衣服 今年他刚好两岁 然后他才刚好穿得下这一件 这他现在想要干嘛 他现在想要穿下来 然后他们都会 把他一直藏在嘴巴里面 怎么样都不吐出来 防晒 他们需要防晒吗 清清 你给清清 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八点 欢迎收看八点 什么年纪 哥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住民族电视台正案活动又来咯 只要您对原住民族社会够了解 想要记录原住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正案活动 即日起到9月28号截止 正案详细资格请上原市网站 或洽询02-2631-8100转1983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奥运中华队只拿下了两面奖牌 一面是由举重好手许淑静拿下银牌之后 跆拳道女子57公斤及女将阿美族的珍丽成也夺下了铜牌 而经过16天的赛事之后举行闭幕 这次中华队表现不如预期 在国内又引来舆论以及对体委会的负面评价 不过对珍丽成来说已经是创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他拿着中华台北的旗子满怀荣耀的进场 这次奥运他为中华队摘下一桶 不仅是给予自己的肯定 也成为家族跟部落的荣耀 好 回到台湾要来关心的是 真化编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有待解决 立委曾天才就邀请了相关单位 召开了花莲县的原住民保留地协调会议 从民国79年到87年虽然已经完成真化编 花莲县划编原住民保留地共17284公顷 但是还有许多族人因资讯不足或其他原因 尚未申办或尚未完成真化编作业 为了保障原住民申办原住民保留地权益 行政院核定补办真化编原住民保留地实施计划 从原地计划的截止办理日期 100年12月31日延长到103年底 透过这样的一个延长的办理期间 希望能够积极地针对花莲县 因为他们这几年 谷办真化编原住民的案件 办理的进度比较慢 所以特别邀请中央相关的单位 还有县政府相关的单位 以及乡镇公所 来共同地来讨论怎么样去加速地来办理 另外为了解决花莲县十个平地乡镇市公所 在执行原住民保留地所遭遇的问题 立委召开协调会 邀请各个相关单位及人员出席会议 除了希望协调中央及地方政府 加速原住民保留地申办作业的行政流程 也希望协助地方政府拨出足够人力 来办理县地勘察 审核作业测量等等的重要工作 瑞瀚香承办人员提出了预算多编列的需求 我们瑞瀚香每次申请的几乎有高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在地号内 那一个地号可能五六个人同时在使用 那这五六个人可能同时在申请证划编 那个这个部分也造成我们送件的困扰 因为原民处这边也会要求我们一定要整笔的送件 这样才能清除 因为地号内他们不收件 那造成我们的案件也是堆在我们那边放在出地也很久 那民众也会认为说我们都不处理 那问题是不是我们不处理 问题是没有分割经费 我们之前补助的那个资料三千多万 可是我们后来要真正的成果说是针对振画 变成其实那个看不出来 设备人事业务测量规备全部要缴 我真的有给 但是所以你刚刚又讲说要直接给替证划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 到底他们要测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后来跟他说你们拿了三千多万 可能你资料给我们看到底是 这对真话编做了什么东西 不然有报给我们 我们去核对好像都不是真话编里面的地啊 原住民保留地延宕了非常多年 那我去年到事务所报道以后 针对这一块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处理 所以也希望处长忘记过去我们积极的看未来 我是真的是曾经诚意说我们愿意做但是在经费跟人力的这个部分还是希望原民会给我们支持 原民会在地震事务所所投入的经费是否要增加 还需要再与相关单位协调 原民会统计民国96年到100年9月30号 花莲县10个平地乡镇市公所原住民保留地的受理件数是13346件 面积是15264公顷 但经花莲县政府同意而报原民会转工产机关的件数只剩下2630件 面积1233.7公顷 而这个数据还不包含上代地方会刊的6038件 面积约10325.1公顷 目前如何使地方政府尽速完成这6000多笔案件是当务之急 记者卡照花莲室采访报导 好 丰年的季节带你来看花莲瑞瑟乌拉利部落举办的丰年祭 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今年有重要的突破 因为在过去基督教因为教义的信仰 不参与阿美族传统的祭典 但是在今年赫钢基督长老教会破例的加入了 丰年祭感恩礼拜 乌拉利部落族人穿着传统服饰唱着阿美族诗歌 今年乌拉利部落的丰年祭典 在教会跟协会的合作之下完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打破了过去宗教排斥传统祭典文化的名思 不过由于乌拉利部落有90%的阿美族人是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 丰年祭时会选择一天上午特别以基督长老教会的仪式来感恩 文化跟基督教其实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这个社区蛮有一个特别的先例就是 这个社区不愿意放弃信仰 更不愿意放弃文化 所以生活信仰文化这三个一体的概念 其实这个社区是蛮扎实的 以前的想法教会跟部落有所区隔 那是因为认知不够 所以我们就将以这个观念来打破 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将近有五年的时间 慢慢地把这个构想呈现出来 感恩礼拜之后随即进行丰年祭 而在封年祭最后一天部落头目以及齐老 依传统举行领选青年各阶级的领导者 籍长以及副籍长 头目赐予杯酒表示任务的赋予 齐老必拍肩勉励 这是竹人在封年祭最期待的仪式 因为被选上的人员都是部落各青年阶级当中最优秀的人 属于牧场转出级的火屁 乌拉利部落封年季一连举行三天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也顺利地举行 记得法务华林瑞瑞采访报道 另外培育影像人才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在台东大学开办了纪录片人才培训的计划 30位学员在教室里认真的聆听导演拍摄纪录片的经验 其中也提到有关纪录片的拍摄呈现方式 原住民族体系的呈现是否有原住民指导 就能呈现主体性引发热烈讨论 影片有批判性是很不容易的 视野很好但是也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若对事情有很好的批判跟反省的话 对整个事会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导演马耀比后过去所做的纪录片 呈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在议题上常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再度参加纪录片训练的学员 同意认为拍摄纪录片会学到珍贵的经验 我要拍的题材跟我做出来的题材不一样 因为后来我在拍摄当中 我本来是有一个路 就本来就想要这样拍 但是从这个路中旁边会有一些冲击 就会让我改成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这样也不是不好 就是说不定会做出更好的作品 财团法人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 推动媒体文化在原住民部落的扎根工作 这次再度办理训练课程 希望让部落文化记录的种子 能够成为未来的部落之言 为原住民部落留下记录 我们希望学员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可以学习得到什么叫做原住民的观点 怎样在部落里面能够将原住民自己的意见 能够在我们的记录片里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 这一次的培训课程总计五周七十小时 并安排几位国内知名的纪录片导演 担任讲师指导 透过影像记录的方式 其让部落居民学习影像 也能为自己的部落发声传递信息 记者卡托菲亚 富罗台东采访报道 好想要让在地的创意更有卖点 那么就主打生态时尚 这是近年来在伊索比亚最夯的设计趋势之一 由八位伊索比亚的服装设计师 展示了坚固环保和流行的服装设计 他们用树叶用废弃的塑胶 重新来设计成衣服或是包包展现创意 而模特尔也成为他们最佳的代言人 模特尔七手八脚忙着打扮自己 身上穿的衣服其实大有学问 伸展台上的模特尔 创意恒生的设计师 还有大批密切注意时尚卖动的服装采购和记者 聚集在伊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巴巴的 生态时尚秀现场 这场生态时尚秀 一共有八位伊索比亚设计师参加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向四人展示 时尚产业原来也可以很环保 生态时尚又可以称为永续史相 强调又顾及产品对环境和社会所造成的长远冲击 例如这个包包就是用捡回来的废弃塑胶材料制作出来的 时尚生态坚持布料必须采用天然纤维 例如竹、有肌棉或者以人道方式取得的羊毛 同时也要求这些纤维必须来自未经使用化学肥料和撒虫基的作物 或者设计师可以使用回收塑胶或在身上胶材料 其中还可以看到用铝罐、轮胎和塑胶袋制成的服装、手提包和鞋子 用叙事项同时强调社会责任 要求品牌企业要以公平交易原则和产业上游的农民和裁缝师合作 并且要尽量使用本地材料 以减少因为长途运输而产生的碳排放 非洲的布料以色彩丰富着称 而秀墙内的设计师也展示有机漂染的效果 拒绝使用化学燃剂 目的是要减少制作过程中对空气和水资源所造成的污染 模特尔穿上的环保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服装 也成为了环保代言人 近年不少非洲设计师在全球时尚界展露头角 越来越多依索皮亚的设计师 希望透过服装和时尚来宣扬环保 记者邱德正编译 好 创业当老板在高雄市有阿美族人创业经营美髮美容店 手拿起梳子 吹风机为客人整理头发做造型 动作干净俐落又迅速 这是在高雄市前镇区一位阿美族人阿范 所经营的专业美髮美容店 具有多年经验的阿范乐在工作中 同时认为族人在外打拼工作是很辛苦 因此只要族人来做美髮 收费都会比较便宜 因为我觉得出外人也很辛苦 在这个机会比较大 对 对 对 老人家经济能力比较差 也可以算说照顾老人家 对 对 对 阿范也将店里摆设出浓浓的原住民特色 让族人来到店里接受服务时 会特别感到亲切 是不是因为族人会比较亲切 对 而且又比较便宜 他做得也很好 还不错 休息啊 他就来做头发 现在物价都在高涨的时代 不过阿范店内却打出折扣 让都会去生活的族人减轻压力 店内也成为了族人生活讯息工作交流的地方 值得某定高雄市采访报道 生存大不易 南非的乡村人口 为了寻找工作机会 只能在大都市搭建铁皮屋 生活品质不佳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带您来关心 好 苏大哥 该你 该你 好的 来过两三次了 那时候他唱什么歌曲 我最亲爱的张慧妹 你是亲爱的干妹妹是吧 对 我常常看你啊 跟着我们正经啊 他都来摄影头啊 你都放了 原来他的真命天女就是你了 兄弟 我先看起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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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要带来关心的是台铁列车被撤出电磁波超标 其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电磁波辐射公害防治协会表示说虽然建议标准值在833毫高斯以下 但是有可能导致人感觉到10毫高斯到10毫高斯就有可能导致人感觉头晕呜吐吐因此就呼吁政府应该要修订电磁波的标准也要加注警语让民众来了解 好 下星期四就是七夕情人节情人之间准备要过节了不过这股恋爱风竟然也吹进了小朋友的心里 偶像剧里男的帅女的美主题都是谈情说爱 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无条件为对方付出都成了孩子对爱情的想象 他们就是会谈说我觉得谈恋爱 就谈恋爱很好啊 然后类似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家都会喜欢我然后都会安慰我就觉得比较好 根据儿福联盟针对11岁到14岁的孩子进行的爱情观及行为调查 平均四个就有一个曾经交过男女朋友三分之一不到半年就分手 还有一成可以接受爱抚甚至性行为 两小无猜写情书已经不算什么 写情书有亲手也有然后还有说然后还有包包 有三成的孩子会认为如果对方有任何要求他是可以无条件付出的 那我想这也是会让我们担心就是孩子的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个部分 调查也发现有七成六的孩子都在看偶像剧 其中有三成的孩子因此想谈恋爱 比没有看偶像剧的孩子多出一倍 而且有四成的孩子把偶像剧当作爱情军师 怎么样解决自己在恋爱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啊 可能就看那个偶像剧吧 偶像剧通常都会教我们怎么做 就是甩男方一巴掌 被劈腿了怎么办 看看这些孩子写的答案 找人砍他痛哭打死他 这些偏激的方法都是电视上学的 而福联盟呼吁家长要关心孩子在看什么电视 也建议政府要检讨偶像剧是否该分级 让节目视灵观赏 记者权子郭俊林台北报导 好 继续再来关心各地方的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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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力量就是参与 参与就是对原住民艺术最大的支持 把自己的思想观念 把自己的传说 把自己的故事 做出成品 与众分享 因为美所以我们喜欢 因为美 所以我们很快乐 我们一起加油 把我们台湾的这一块 最美丽的部分呈现出来 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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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子也不做 安哪哀哟 走来带 东阿来 走路 走马 三个一马 帮阿帮阿帮阿比利的阿瑞 三个一米阿波罗 一地路一路一 把那恩阿斯卡斯达斯 卖阿伊那比萨茶巴 素衣那丁杏阿瑞 嗯 赛买买 嗯 赛买买 嘿嘿 好 回来继续带来关心天气了 清台起得朝台湾逼近 气象局预计要在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全台都会降雨 而星期四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也要提醒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族人朋友 要严加防范 继续要带来关心的是三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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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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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